Made in Cali 我們今天謝謝鴨皮來到MIC的PORGAN 再次謝謝你 那時候我們認識的時候有幫我們寫一個REMAX JINKO的REMAX YANG LOG 然後那時候我們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說這個人真的是太厲害了 用方言用客家話我們就馬上聯絡你 然後我記得我們上次的 你還沒有加入這個新的團體 對還沒加入長派 一開始其實是JINKO跟我講你 因為那時候中國其他剛開始不是他們很多方言嗎 然後我們就看到你 我說原來台灣也有這樣子我們也可以這樣子玩 我覺得他們遠遠看就已經看出來你 It's gonna be a star 所以我也很開心看到你們今天的成就 真的嗎 其實蠻不可思議的 你有想到你rapper的生涯會到今天嗎 其實我覺得今天也沒有到很遠 就是有慢慢的步上正軌 從只是一個喜好變成一個職業 父母的感覺是 我漸漸讓他們比較放心 給他們看到我的成績之後 他們也可以感到驕傲這樣 I'm this game for new league game 來到苗栗國之前 要先看護照 不要想賴皮 催兩手台皮是基本的禮貌 不管你走到哪 太咬就問什麼幫忙 如果你的下面有點癢 我也可以帶你去爽一爽 原本我一台唱老師的名字叫YP 兩個字這樣太簡短了 應該要長一點 英文字母多一點 這樣搜尋的時候比較特殊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搞笑 在生活上面 希望可以給人家是一個正面的感覺 那鴨皮其實跟黑皮是蠻像的 對對對對對 我自己想到我覺得蠻喜歡的 然後剛好Y跟P 只剩一個英文字母是A 然後那個A就是代表就是 我如果要做一件事情 我就要做到最好的 活在同個屋簷 兩個人卻像活在平行時空 每當我試著調慢時鐘 卻都把自己搞得像石頭 總是徒勞無功 大部分的作品 因為我跟我的編曲是選Beats 我們的人是說一半一半 我不會動他的編曲 他不會動我的詞曲 他可能有時候他先丟了一個Beats給我 然後我去感受他 例如說可能會像是台北陰天東區 然後可能有時候是我先感受他的東西 然後有時候是我在生活上 可能我想到了一些題材 例如說我最近有寫一首歌叫做要多花錢 然後可能就會想說要多花錢我要怎麼去寫 然後那音樂聽起來應該會是怎麼樣子 MV應該會是怎麼樣子 當下B放下去的時候你就有這個圖案 有時候就可能就是只有自己的那些文字 然後可是腦袋裡面會有音樂的聲音 我沒有一個固定的公式 但主要都是以生活為主 因為我們其實拋下了 就是所謂就是工作的這個武裝這個樣子 我們回到生活也是一個宿命 什麼樣的音樂聽到我自己也會感動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是貼近生活的東西 現在音樂我覺得越來越多元 就像帶領我在寫詞方面技術方面是 就是滿人他算是我一個大哥 他們以前在創作的時候可能會很注重歌詞 這個東西以前的音樂如果以食物來比喻來講的話 可能營養程度很高 可是現在會有各種不一樣的音樂 有些可能是素食的 就是他營養不一樣 可是需求我覺得主要是需求 這就是我想要講的 因為你現在從比較underground到現在已經變mainstream 然後我又看到你做了一些pop music 情歌這方面或是R&B上面 那其實自己在嘗試不同的東西 但是這個market的需求量比較多一點 那就可能就會force你去把這個作品擠出來 對你來說有沒有辛苦 還是你已經開始習慣了還是你喜歡 我覺得這個感覺其實比喻的話 有點像是在煮飯 有些人會不吃外食就自己煮 那自己煮的話就會依自己的喜好口味調整 怎麼去料理什麼的 那其實做音樂我覺得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只是我要拿來賣 那我會想我今天賣的東西 在這個市場上的需求 然後以及可以給這個世界 可以什麼樣的幫助 我用心去對待音樂 我用心去愛音樂 那給大家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喜歡 那我就這樣就幫你 張開了這個演 是不是大其他也有幫助這個事情 從underground rapper 變成一個藝人 你有接受你自己像是一個藝人的 有我覺得他就是一個狀態 一個意識 這兩年一直在學習 怎麼去當一個藝人 講實話辛苦不辛苦 某些程度上 心理方面辛苦 應該是說 不能輕易的被打倒 但打得到了 沒事起來都要變得更強壯 加入Mortiverse 是什麼樣的心情 我覺得 因為像我以前玩老師 也有自己的一個crew 然後認識到Mortiverse 之後就發現 原來台灣也有人在跟我做 一樣的事情 有點像是遇到一群自從道合的人 然後情感層面大於工作 在這個group裡面 你們有個人負責不同的方向 你們有分工合作嗎 一直以來其實都算是比較獨立在想自己的東西 但在studio 遇到對方的時候 就會拿出來討論怎麼樣做會更好 但主導權都還是在自己的身上 有些人是擅長做圖 像大麥是混音 然後錄音 製作 然後有編曲的 然後附著財務的 像一個籃球隊一樣 認知每個人的強項 然後讓他們有freely發展的機會這樣子 你有首歌叫賽哥嗎 賽哥是在講 好像是 有些人在gamble 放手一搏啊 這種感覺 其實大西亞那時候 真的是蠻放手一搏的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我的狀態是當兵 剛退伍 在節目錄製的過程中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收錄 是不是有一種 就是你好像duo帶我 那時候沒有東西可以放棄 要嘛成功 要嘛去吃屎 如果我那時候 我沒有拼出點什麼的話 我可能就沒有機會 再回到那個狀態中 發財玩秘密遊戲 發現我早已陷進去 一路陷進去的這個我而已 我敢對你表白怕得刻意 想畫圈圈在你手心 給你我的愛 不再傷心而已 可不可以每天都陪我 但我的時間沒這麼多 如果不行那就別再痛 請你告訴我該怎麼做 我有看到這幾年你有跟蛋寶合作 對 你有跟收外合作 然後我們上了一個愛情的歌 對 開始跟不同的公司合作 你在這上面有什麼東西 覺得不同或是你需要克服的 因為像節目結束之後 有很多跟像蛋寶或是熊宅合作的機會 那這些都是在產業界的 算是大前輩 我們那時候做音樂的時候 其實是很短時間 就是要把它做出來 馬上決定 可能三天五天 然後就要寫詞 然後完成 創作會變得需要很知覺 在這當中其實學習到就是 在我以前的狀態 我在乎很多 我可能會 我哪些理數要做到 我在創作的時候 我的意見怎麼樣 後來我發現其實 好像沒有這回事 大家都是在創作的時候是一起的 共同要為了一件事情好 真用心去給 所以其實 在這些合作的過程中 學到了很多 他們在製作歌曲的過程 會用什麼樣的手法 去讓歌曲變得更完整度更高 或是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那是 對我來說收穫最大 即便我讓人討厭 我也要把我百分之百拿出來 我的藏寶箱 接著轉呀轉 向前跳 在我的世界放點料 愛情跟麵包都丟掉 愛情跟麵包都丟掉 已經沒了力氣 只能偷偷笑 我找不到我的包廂 我依然還在流浪 只記得她很漂亮 卻被分割兩題 像流浪與之女 一年 所以這個問題 會是最後的問題 就叫做 五年之後 的Yuppie 如果你能寫一封信給他 你會對他做什麼 五年後 我覺得不管是幾年 就是在 我覺得我要一直保持一個 每天起床 因為起床就要面對很多事情 是 然後其實是可以自己選擇 要做什麼事情 一個選擇就會 進入一個新的宇宙 每個選擇會造就你在 身處在不同的宇宙 我希望自己 做每個選擇 都是讓自己開心的 可以更充實的 是為了愛自己 而去選擇 所以不管你在哪個level 你要用最peer的 自己的心來做選擇 對 像我是老舌歌手 一定會有一個目標嘛 像假如說我們要去台北 就是要往台北的方向去跑 我在老舌 在演藝生涯 當我不知道我要去哪裡的時候 我都會停下來一下子 看我到底要去哪裡 我再衝 這是想要分享給 有在看這支影片的創作者 我覺得成功這件事情 應該是說 它不是只有衝刺 就可以到達你要去的地方 應該是說要很知道自己 想要去的地方 它就像一場馬拉松的感覺 你了解什麼是成功的意義 而不是說 我一定到那個地方 有view 有人看到我才算成功 成功的意思是 從內心 你幫忙 然後對自己也好 沉澱 然後知道自己對得放心 我現在聽到一段 蠻屌的話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成員 叫艾波瑞的爸爸講 他說他認為的成功是 當你醒來 你什麼事都不用想 都不用去煩惱 不用去擔心的時候 那就成功 就是如果我每天醒來 都可以是這樣子的話 那感覺會蠻爽的 今天真的感謝Yuffie 再次的回到TheProgram M.I.C. 我今天有帶一個禮物來給你 Major Booming的 謝謝 對對對 謝謝 這是我人生收到第一張黑角 不過這擺的應該蠻好看的 對對對 希望你可以成為我們台灣的Major Booming 對對對 謝謝 感謝感謝 Alright man this is a wrap We out Major Booming